但那老师班上有这么一些学生 他想列一个名单 全写出来就太麻烦了 他想到一个好办法 他们都是阿开头 第二个字是凡 同 大 凡后面是达和提 同后面是木和水 大后面是狼和羊 这样就全列好了 开头的阿就像树根 长出树枝连着第二个字 树枝可以再分叉 这种方法就叫做树形图 用树形图来美举时 可以有很清晰的层次 比如用一二三组成三位树 要求相邻两个数字不同 那么这样的三位数有几个呢 三位数就应该分成 百位十位个位三层 百位可能是一二三 接着写十位 不能和百位相同 那一触发是二或三 就画出两个数字 二触发是一或三 三触发是一或二 这样十位就列完了 然后是个位 和十位得不同 那二触发是一或三 三触发是一或二 同样的把下面的数字都画好 将树形图就完成了 像一百二十一这样的 就是一个符合要求的三位数 数一数 共十二个 看来画树形图时 要先分好层 从树根开始 一层层画好树枝 最后数一数就可以了 如果换一个条件呢 比如十位比百位小 个位比十位小 并且个位数字都不大于三 那么这样的三位数有几个呢 还是分成百位 十位个位三层 先写百位 不能比三大 所以可能是三二一零 哦 首位不能是零 接着写十位 十位得比百位小 那三触发是二一零 二触发是一或零 一触发只能是零 然后写个位 十位是二时 个位是一或零 十位是一时 只能是零 十位是零时 个位不能再小了 所以都得去掉 这个一后头也是零 数一数 一共四个 像这样有特殊要求的问题 遇到不符合要求的数差时 就得去掉他们 生活中的每举问题 也能用竖形图来解决 比如三人玩传球 每次拿球的人 可以传给另一个人 开始阿呆拿球 经过三次传球后 球又回到阿呆手里 有几种可能呢 三次传球就得分成三层 从呆出发 第一次到瓜或傻 第二次 从瓜出发到呆或傻 从傻出发到呆或瓜 然后写第三次 每个数字都分叉出两个 这样竖形图就画好了 注意可别每个都数了 球得回到单手里 所以答案就是两种 以上就是竖形图 先分好层 从竖根开始 一层层画好竖枝 遇到不符合要求的数差就去掉 然后数一数个数就可以了 怎么样 你学会了吗 学会了就赶紧去试试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